大家好,我是桂云,今天我们开箱何天玉 何天玉的手镯和何天玉的挂架 当然,桌子一共来了三只,已经发走两只了 我们沈阳的美女给的姑娘选手镯 一只是胖圆条偶粉的,一只是搬山搬水的 她应该选一只,或者两只都不选,这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桌子这个东西是要看缘分的 有可能呆不行,有可能呆粗细也不合适 所以桌子这个东西一定要看缘分的 这就是我们来了很多瓜尖,瓜尖基本上出差不多了 这次呢,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名次的一个桌子 叫野牛沟的鸟子 野牛沟的鸟子呢,产地青海昆仑山脉的 这个产地的何天玉呢,首先呢,那海拔非常高 属于无人区 这个地方产的鸟子呢,极品的鸟子呢 它首先呢,是不假白 第二个呢,它非常的细腻,油润 再呢,它不水润 正常的青海的鸟子呢,它非常的水润 但是呢,野牛沟的极品的鸟子呢,它不水润 我们这次来的这三只鸟粉的桌子呢,就是野牛沟的鸟子 它看上去呢,和鹅料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白度的地方呢,它没有鹅料那么假白 但是呢,它产量少,价格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带的这只何天玉藕粉的哈 其实,因为这个藕粉呢,镯子呢,它偏粗 就是比较胖 就是有的人怀疑,在这身上是不是特别沉不舒服 我这只应该是79克的 当时拿到手的时候呢,我就拉门,我说应该沉 很多人买的,想买的时候,我都劝他不买 我说太沉了 但是呢,我今天带了有 从早上到第二里,一直带到现在 现在下午是三四点钟有了 但是,但是呢,很舒服 就是和我带翡翠的桌子 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体验感一模一样 没觉得带在手上不舒服 那有的人会说 老板娘,你自己卖的东西,你肯定会这样说的 这个是不会瞎说的 因为当你说到货的时候 你带一晚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出来了 这个桌形呢,它,大家发没发现 就是有的那个圆条呢,是这样的 就是外面鼓,里面鼓 这样你带着手上就不舒服 但是这个圆条呢,是外面鼓,里面它不鼓 所以我今天走到这个圆条的敲门了 它带着手上很舒服的 包住了我们的这个手腕 你微圈看上去呢,是圆条 但是里面看上去呢,它还不是圆条 它是属于那种像正圈差不多的 招八景的行家货的桌子 它不会很细的 像这样的货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全程系列的 你们看这桌子像不像我们湖北的那个粉偶那样 真的像我们南方的偶粉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很粉嫩粉嫩的,而且还粉嫩粉嫩的 这是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只桌子是两万五 价位是两万五 你们看一下粉不粉 好粉呢,就是喜欢偶粉的 圈口又合适的,你们这次别错过了 价位呢,属于实际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两万五 这翡翠眼前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何天愈 大家其实知道的,好货一直得涨价 13.2 11.2 完美无瑕的 就是家里有孩子的,你们可以入 就有的人说,哎呦,我40多岁了能不能带 你看我带在手上,伤手效果也是很好看的 很漂亮的 我们还有几个额料的这个关系 这两个竹节是1500的,这个是2800的 都是额料的,平安不是怕 这个是藕粉的 额料它就是非常白 哪怕它特别不白的地方,我就觉得它都很白 这个藕粉真的好好看 是属于行家货 野牛宫的料子也是我们家第一次出现这个料子 你们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对它的很多的传说 有的人说经常冒充紫料 你想能冒充新疆紫料的料子 它肯定是,品质上肯定不错的 料子非常好 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才有花圆圈 所以我带这只桌子真的很舒服 就是你们带手桌的时候 平常的时候你就摸到这个位置 其实我带大家发现有点大了 这个圈子虽然说很小 但是我带还是有点大 其实再小一点点也可以 但是我带圆条我喜欢带大一点 因为来回摘嘛,它也方便 第二个你这样一摸一下,它也不容易往下丢 你们看甩都甩不下来 就是它这个桌子包手腕的这个吸力非常厉害的 但有的桌子呢 你带在手上轻轻一摔它就下来了 但是这个就卡在你的皮肤上了 带手上很舒服的 它有一种包容的一个性 就是以前呢 就是以前呢 很多圆条桌子 它都是里外都是一样的样式的 但是这个不 这个这样包一下 就是佩戴非常舒服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呢 就是珠宝首先是佩戴舒服 其实是漂亮 因为舒服给我们一种体验感是很好的 如果你虽然说很好看 但是带在身上不舒服也是不行的 对不对 那今天视频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明天见